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5月22日 星期六 其實兩天都發生了很大件事 不只是深圳這個塞格大樓 是出現搖房 在我們中國的西南位置的大里 以及西面的西北位置的青海 都相繼發生地震 21日 星期五晚 至星期六的凌晨 連續發生了24次 淺層地震 這是雲南大里 雲南大里州 楊備縣 強度高達尼克特制6.4級 另外有12次高達4級或以上 至今造成三人死亡 二十七人受傷 其中楊備縣也兩人死亡 三人 慶傷 三人重傷 永平縣一人死亡 大里市一人慶傷 地震造成 220192戶 72317人受災 1萬多個房屋受損 大里州政府表示已經啟動二級 應急響應 應急救援隊 已經趕輔災區 完成撤離了21000個民眾 當局正核實人命傷亡 財產損失情況 在青海的凌晨 北京時間兩點多 即是我們現在的八個小時之前 青海有發生一個更加嚴重的 就是 蘭克特制7.4級地震 我們說下去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昨天我們說到88shellhouse 幫忙的區議員 就是林兆斌 因為 88正在跟我說Bang 一時間我醒不醒誰 我跟我說的是林兆斌 好了 那麼 多謝 再次多謝 Vinnie和 陳生兩位 一直以來支持88 支持我們 幫忙我們的財政負擔 真的十分之感謝 大家如果要買種就去88 旺過88 大家上Facebook就可以找得到 他的地址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介紹 35元一隻 如果你買100隻 團購就是30元 如果一班朋友 每人夾訓買10隻 那可能 便便宜一點 多謝支持 繼續讀新聞 大里洲 有民眾向內媒反映 地震發生的時候 震感以上強烈 防止仿動起來 大家都仿動 屋內的窗戶也因為震動 而發出聲響 大批民眾跑去室外避難 有民眾更加形容 在屋內站不穩 地板感覺就好像空的一樣 即是 玩離心力的機器 另外網傳影片顯示 有房屋被震得塵 土飛揚 居民在 屋內的燈不斷遙火 大里出差的市民郭先生就表示 地震的時候 酒店震感很強烈 他當時在房間躺著看手機 突然看到玻璃震動 第一個反應就是躲在桌底 自房外傳出人聲 順著人樓 走樓梯下樓 酒店的人之後全部撤離 在室外等待救援 另外部分住客選擇離開 自行尋找安全的地方 雲南大理大學有宿舍的學生 因為載派有餘鎮 選擇在校園的草地上露宿 幸好現在天氣熱 否則真糟糕 地震後 很多地方發生 山泥傾瀉 車輛被埋 升降機故障 民房倒塌等災情 其中鎮區一個貨車司機 不幸被石頭擊中身亡 省內很多的 消防力量緊急集結 楊碧月 消防大隊 組織了三車15人 趕快附陣央 省消防救援總隊也啟動地震救援預案 大理支隊全勤 指揮部調集35架車 170人趕快附陣央 在楚紅州 玉溪市等地的消防 這個支隊 也相繼集結 他們做好準備出動增援 雲南大理有民眾 星期五在廣場過夜 其實 在讓備前幾天 就開始陸續有黎克特製三級左右的地震 中國地震網正式 測定了 讓備完星期五晚8點56分 至11點23分 之後發生了21次地震 晚上9點21分 到50分 就發生了5點6個地震 5級 以及兩次地震 9點48分 更加是當晚最高的 6點4級地震 直至星期六凌晨的51分 至56分 再發生了3次 當中強度最多是4級 除了這個之外 然後青海又發生了地震 新華網報導 5月22日凌晨 即是今早凌晨 在青海省 果樂藏族自治州 州府 馬深園 他們的一間中學學生 全部在操場 避難 中國地震台網正式測定了 在 青海的發生地震 是7.4級 震源深度是17公里 震中位於北緯34.59度 東京98.34度 震中5公里範圍的平均海拔 是4230米 那麼高這個海拔 青海 和雲南 也距離很遠 但是 是先後的 在一 同一日 兩日之內 發生了大地震 雲南震源 到了青海鎮 究竟是發生了甚麼事呢 我們看到 中共 可以說 這幾年來 是多災多難 突然間又有事 突然間又有事發生 那麼究竟 會不會真是 之前所說的 國之將亡 必有妖艷 我們經常說崇禎17年 崇禎滅亡之前 真的天災人禍 不斷 中共也是 我們看到 現在習近平 又說要復兵文革 又說要高調幫江青平反 天啊 都覺得你們是要天險 你看到了 深圳一棟七十年 建了二十多年的大陸 都說會出現震動 大陸 究竟是怎樣呢 我們看到中國人 破壞環境幾十年來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底線 他們不單止破壞環境 他們 也是有歪倫常 文革已經是 完全否定了所有的善良存在 人間的真善美 全部被他們破壞台盡 鄰居之間互相告發 子女就揭發父母 學生就去嘔打老師 嘔打校長 很多教書的人 死在學生手上 而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所有的領導人 這一輩的領導人 50年出生之後的 當年全部都是紅衛兵 全部 都是在 中共的赤旗之下長大的一群禽獸 他們當時 其實 反而是一種逆向同態 好人 活不了下去 只有壞人才能夠生存下去 這群壞人生存到現在 掌握了全國的大權 所以 現在的中國 我們是十分悲觀的 國之章王必有妖嚴 整個 政治局 整個政府 全部都是妖嚴 包括現在連香港都是妖嚴 香港的法官 有九成是妖嚴 香港的警察大部分都是妖嚴 然後香港的現在 現在的區議員 有很多要集體辭職 因為那個宣誓來了 沒有辦法要逼你 要逼害你 因為你如果不辭職 他就告你發假誓 到時有可能 又會有 一身矮 所以 在面對 那麼多困難 我們有人 有朋友選擇離開 有朋友選擇留在那裏繼續抗爭 我們 抄襲這個ERROR 最近那部影片 自肥企劃 他昨天就結局了 我還沒看 始終也十分忙碌 他說 留在香港的 每個人有 不同自己的崗位 每人有不同的發揮 用自己的能力 希望為香港做點事 當然 我們不敢批評留在香港的人 也不敢批評離開的人 我們自己 也是要被迫流亡 我們自己流亡 我們希望可以幫助 有能力 流亡的人 或是想流亡 或是差一點的 我們看看能不能盡量去幫助 但是留在香港的人 我們也十分之尊重 當然我們是心痛他們 有機會面對 接下來的無窮無盡的打壓 所以留在香港要很大勇氣 有很多 覺得頂不上的要走 我們也不能怪他們的 不可以怪逃兵 在君子不能危場之下 當你那個地方出現危險 那麼你離開 其實是一個人之常情 但是 留在的 是要很大的勇氣 很大的承擔 我們當時 說了很多次 我們勸肥佬禮 勸黃之鋒 勸他們 真的要流亡 因為他們是 政權重點把握 不論 坦白說 大家都知道 整個光復香港 這個時代革命運動 基本上跟黃之鋒毫無關係的 他也領導不了之餘 他只是其中一個參與者 但是 他就受到主謀的打壓 當然中共 接收的訊息 也是根據以往的訊息 這是主謀 所以 來來去去 中共就是捉這群人 這群人 一直以來 他們是享負盛名 但是也受盛名所累 我們一直都勸他們 但是當然他們有自己的打算 這些人 我們 沒有辦法 要求每一個人做任何事情 我們只能夠 支持他們 只能夠 同情他們 以及 欲赤心 這節 說得太多了 我們看看接下來再說其他話題 為什麼 跟金牌